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 听见你的话语 求主的话 教给我们智慧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六月二十四号 今天的经段是 箴言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酒能使人泄满 浓酒使人喧嚷 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 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 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 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 愚望人都爱争闹 懒惰人因东寒不肯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 他必讨饭而无所得 人心怀肠磨掠 好像生水 为名则人才能汲取出来 人多述说自己的人词 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 行为纯正的义人 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王坐在审判的位上 以眼目驱散诸恶 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托尽了我的罪 两样的法马 两样的身斗 都为耶和华 所真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大概在这整段经文当中 另外还可以读到非常要紧的一个主题 今天其实这段经文里面 隐隐约约就透出这个主题来 而这个主题就是一个王的公正 王的公正在古代 身为一个君王 他不仅仅是行政上要掌管全国 同时他也是司法上审判最重要的终结者 因此他需要有智慧 所以王的眼睛的公正 他却能影响那个国家 或者是他所掌管到的地方 能够人民或者是经济 或者是生活都能够清明 并且人民可以得着保足 因此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其实那个王的位置很重要 所以我们读到真言的20章第8节 是这样说 王坐在审判的位上 以眼目驱散诸恶 眼目眼睛看见这件事情 某一个部分都有表达领悟的意思 所以在圣经里面 其实都在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王的眼睛领悟到多少事情 他就能判断出真的假的 所以一个王的公义是非常要紧的 这在真言当中不断的彰显出来 而这能够彰显出展现出 古时候的那个王国的位置或地位 事实上在这段经文里面 也在告诉我们 所以王要学习有上帝的智慧 在第5节的这个地方 真言告诉我们 智慧者告诉我们说 人心怀常磨略好像生水 为民责人才能汲取出来 这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智慧者告诉我们 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都好像一个深藏智慧的器皿 所以而谁才能够把他抓到 事实上只有智慧者才能够抓到 而事实上这段经言 真言其实对人性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洞察力 他在告诉我们说 一个智慧者能够洞察人心 而洞察人心 他才能够发现人 真正生命里面最深的意图 而那个意图 是一个智慧者才读得出来 而这个智慧者最好是王 唯有王才能靠看见 他接触很多人 在接触的历程当中 他能够真正的读出 这个人生命当中真正的企图是什么 因此在第六节的地方 我们读到一件事情 他说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 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每个人都说他是善良的 每个人都告诉我们 他是忠实可以信靠的 但是真正忠实可以信靠的人 我们遇得到吗 搞不好遇不到 换句话说 真正的洞察力是洞察出这个人 真正言行是不是一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一个真正的智慧的王 他老练的眼光 必然可以筛选出来 把那个不好的东西跟好的东西都很自然而然的去筛选出来 而在真言当中有一个事情 是的 我们赋予王领导者有这样重要的职责 但事实上包括王包括领导者都眼目都不及耶和华上帝 换句话说 我们都需要有耶和华上帝的眼光去洞察人心 用这样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在之地可以得着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透过智慧者的话 帮助我们清楚 你要我们好好去看见 洞察出这世间许多的人跟事 求主帮助我们 示给我们真正的智慧 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 可以谦卑下来 知道你就赏识我们圣灵 让我们好好去听见去看见 求主祝福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